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4月11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微播 我是Jennifer 美中两国贸易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关键阶段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接受美国商业新闻网 CNBC主持人肯南采访时说 美国有信心能跟中国达成贸易协议 但如果谈判失败 美国也不惜对中国产品加倍征税 他说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 美国曾肯定地以为中国会奉行尊重私人财产 开放市场等政策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彭斯还说 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对2500亿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他清楚地表明美国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加倍 但是我们是寄希望于有更好的结果 美中两国谈判代表上周五 刚刚结束了最新一轮贸易磋商 本星期仍在继续讨论中国所谓的遗留问题 以试图能终结两国关税战的最终协议文本达成一致 彭斯副总统说 他知道川普总统一直在听取汇报并参与谈判进程 总统仍然对谈判抱有希望 美国财长姆努钦周三也在CNBC电视节目上表示 美中贸易谈判继续取得进展 双方已基本确立了一个机制来监督未来达成的任何协议 包括新设立的贯彻执行办公室 彭斯副总统说 两国现在的谈判不仅是如何减少贸易逆差 而是包括了保护知识产权 结构性改革和强迫技术转让等多个领域 在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之际 4月10日美国国会众议员夏伯特 在国会山报发表的专文中呼吁 美国重申对台湾的承诺 并且说台湾是真正的国家 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夏伯特以台湾关系法40年 仍然是我们决心维护民主典范为题发表的文章中说 中国的一中原则与美国的一中政策 都不能反映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 那就是台湾是一个真正的国家 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他写说这是为什么我长期以来争取改变美国的政策 但与此同时区分这两个政策 反驳北京的立场 澄清任何误解至关重要 夏伯特在文中列举了中国对台湾的一连串举措 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现在对台湾采取强硬手段 暗示统一台湾的时间表 保留对台使用武力 甚至上周中国军机刻意20年来首次越过台湾海峡中线 中国阻止台湾参与例如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 积极活动让一些国家跟台北断绝外交关系 干涉台湾选举 并对台湾人民进行经济战 夏伯特表示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越来越迫切 美国必须继续实施台湾关系法 以应对这种压力 以此表明美国人对亚洲在法治 人权和民主的承诺 叙利亚国内新闻网报道称 塔利班武装组织发言人称 当地时间10日凌晨 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一名武装分子 在阿富汗赫尔曼德省瓦西尔地区使用重型武器 袭击了美国B-52轰炸机 据称这架美军轰炸机当时正从位于阿富汗南部的空军基地起飞 报道还称 美国B-52轰炸机在遭袭击后坠毁 机上所有飞行员死亡 一位军事观察人士表示 对于B-52轰炸机被击落的消息 目前阿富汗和美国政府都未证实 也没有轰炸机被击落后坠毁的相关现场画面公布 这很可能是塔利班为宣传造势放出的假消息 对于没有战斗机和先进防空武器的塔利班武装分子而言 想要击落一架B-52战略轰炸机难度很大 B-52轰炸机在执行任务时也并非是空中火靶子 该机配备有先进的自卫防御系统和机组弹射逃生系统 而且轰炸机行动的时候一般会有战斗机担当护卫 一旦发现轰炸机被导弹锁定会立即进行保卫反击 根据媒体此前报道 4月8日三名美军士兵在阿富汗东北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附近 遭遇汽车炸弹袭击 塔利班也宣布对此负责 金正恩最近首次表述对2月美朝峰会的立场 暗示了朝鲜会继续贯彻发展经济的国家发展战略 他声称要确保朝鲜经济能自力更生 作为对制裁朝鲜国家的沉重打击 根据朝中社报道 金正恩在劳动党七届四中全会发表报告 说要依靠符合我国的条件和实际情况 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技术和资源的自力民族经济 高举自力更生的旗帜 更加蓬勃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从而给物以为制裁能够使朝鲜屈服 并为此拼命的敌对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在越南河内的峰会 不欢而散 有传是因为川普拒绝金正恩要求全面撤销制裁 美朝关系自此似乎停滞不前 朝鲜上月撤走两韩共和国联络办公室人员 美国则向朝鲜寄出新一轮制裁 金正恩周四将主持最高人民会议 而韩国总统文在寅将到美国会晤川普 能否打破美朝和谈判僵局成为焦点 4月10日总部位于德国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在推特上发文表示 上百名中国网军留言攻击该组织的脸书粉丝页 该组织称页面置顶的影片至少被2000名网军留言洗版 而私讯信箱也持续有类似的讯息涌入 大部分留言内容都写取中国政府日前发布的新疆白皮书 强调新疆正遭恐怖主义势力与极端主义势力实施破坏行动 而中国借近国际社会反恐经验 在新疆深入开展极端化斗争 此外不少留言也赞扬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 新疆反恐怖主义和去极端化斗争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此外该页面的评分处也被中国网军 以各式声称新疆人民生活很好的图文占领 根据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统计 中国网军至少制造了超过百则零颗星的负评 而这也使该分页的评比下降到2.7颗星 中国的《环球时报》英文版也发表一篇文章 赞扬爱国网军透过脸书发文对抗不实的新疆报道 脸书上帝8号召网军时的贴文将此攻击行动的宗旨 设定为维护国家统一打击极端分子 破除恶意谣言 明确只是第八成员宣传新疆现在的幸福生活 并破除境外的谣言 要求他们不要给自己和国家丢脸 不要暴粗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去年有三篇来自中国的学术论文似乎能够显示出 魏文与中国军方之间的某些关联 其中两篇论文的主题有关机器阅读 及如何让AI来理解网络上的文字信息 还有一篇则阐述如何通过一种新的AI技术来分析人脸 从而重构详细的环境地图 论文作者指出 这种技术可以提供未被摄像头拍到的周边环境的更多信息 从而发挥各种视觉用途 专家及分析人士指出 这种技术可能被用于监控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驻华记者则指出 这种AI分析技术尤其可以被新疆当局用于监控民众 另两篇有关机器阅读的论文 其技术显然可以被用于大规模的网络屏蔽与审查 在上述三篇论文中 微软与国防科大的字样都出现在论文的封面上 国防科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 与中国军方有密切联系的高校 都与微软公司开展不同形式的合作 国防科大直接隶属于国家军委 也就是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 据法新社消息 中国科学家将人类大脑发育基因植入猴子脑内 以研究观察猴子是否因此有人类智力进化 对此试验 杰奎林·格洛福在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上批评说 将他们人类化终究是造成伤害 他们将生活在何处 或能做什么呢 不应当创造在一个在任何情况下 都毫无生命意义的活体 该研究报告发表在3月7北京国家科学英文刊物上 由来自中国西南地区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和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 以及来自美国北卡罗纳大学的 美国研究人员共同完成 报道说 研究人员将根据科学测算确定的人类大脑发育 其关键作用的人脑基因 MCPH1基因植入11个迷猴脑内 他们发现猴子的大脑和人类一样发育缓慢 但与生活在大自然中的猴子相比 他们的短期记忆和反应时间测试表现较好 这项实验是中国一系列生物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或引发了道德方面的争议 据实验者解释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转基因非人类领长类动物都提供了显现唯一可获得人类特质的潜力 对猴子进行的记忆测试 是让他们记住屏幕上的颜色和形状 并经过扫描确认 其中只有五个猴子存活到测试阶段 根据实验者 尽管猴猴远比老鼠基因更接近人类 但仍然只是动物 法新社认为作者如此之说 或是避免了被控有为道德 但是却没有阻止批评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微播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